大家好 我这颗朱顶红已经进入了花拜的季节 那么这个时候的朱顶红 我们要适当的给它修剪 其实朱顶红花拜之后 我们不需要太大的修剪 只要把这些残花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像这种残花 我们直接从上面这个地方剪掉就可以了 不需要从下面这个位置剪 包括这两朵花开拜之后 我们也不要剪掉下面这个花杆 因为这个花杆太大了 里面它是空心的 里面它孔非常大 而且它里面的孔是直接连住这个肿球底部的 如果说我们剪掉这个花杆之后 里面这个孔那么大 细菌浴青或者是我们浇雪的时候 水泡到里面朱顶红的肿球里面 它就会腐烂掉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朱顶红开完花之后 我们不要做太多的处理 只需要把这些残花上面这一点剪掉就可以了 保留这个花杆 这个花杆它这个养分会慢慢的回流到肿球里面去 那么这就是给朱顶红修剪长花的一个小技巧 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们要给它使用一些碱岩素 含量高的肥料 尤其是在夏季 我们适当的选用一些黄氏肥 像这一种黄氏肥 碱岩素高的 那么这样的话 下次的开花就更加的快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养筑顶红的一些小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